川普总统星期四发出公开信取消美朝峰会之后 星期五又说峰会还是可能在6月12号举办 美国人之一记者黄耀义在白宫为我们介绍消息情况 耀义 是的 尼亚 我们知道这个星期五的一大早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发文了 他说大好的消息 收到朝鲜既温暖又有效的声明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事态往哪个方向发展 那么希望是朝着长期又持久的繁荣与和平 只有时间跟才华才会知道 那么我们在川普总统呢 接下来他今天在早上的时候 他要出发前往美国的这个海军官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呢 记者们就在这个白宫的草坪上问他说 到底他这个推文什么意思 那么到底这个川金会是不是会继续举办 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做出了回应 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怎么说 不不 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甚至可能还是在6月12日 我们正在跟他们讨论 他们很想要会面 我们也想要 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在玩手段 你知道的 你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 是的 那么川普总统当然刚才讲到说 这个金正恩跟美国大家都在玩手段 那不过呢 看起来他虽然昨天说出要取消川金会 结果呢 这个朝鲜在昨天的这个 在美国时间的东岸时间下午 差不多快7点的时候呢 却发出一个声明说 还是愿意跟美方来谈 而且是希望说在这个任何时间都能够来谈 那么刚才呢 这个美国国务院在今天星期五呢 也发出了声明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呢 只是说在说在5月24号 也就是这个美国时间的星期四的时候呢 蓬佩奥国务卿呢 已经跟朝鲜的外长通过电话了 那么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跟这个朝鲜的外长呢 重申了双方对于无核化的一个承诺 这个朝鲜办的无核化的承诺 并且呢也说要这个对这个美国以及韩国的这个盟友的关系呢 进行进一步的承诺 此外呢 这个美国以及朝鲜方面也会持续非常紧密的来协调 来建立这个对话 让朝鲜以及美国方面呢 能够继续针对无核化的对话 那我们刚看到呢 刚才这个声明里面 并没有特别提到 这个川金会是否会继续举办 不过我们知道 昨天我也提到了 在白宫的这个背景解报会上呢 熟悉此事的白宫资深官员说 其实这会取消川金会的一个原因之一 也是因为美方跟这个朝鲜方面 多次为川金会要来筹备 这个接洽 但是朝鲜方面都是他所谓的radio silence 也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 已读不回 那么现在呢 朝鲜方面已经回应了 而且他的外长也亲自跟美国国务卿 这个蓬佩奥通上电话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今天早上川普总统我们说他前往这个海军官校去参加毕业典礼 刚好呢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呢 他的弟弟刚好从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个毕业 那么因此他也在这个毕业典礼上 那么白宫的记者呢就询问了他说 关于这一次朝鲜川金会的看法 那么诺尔特呢 国务院发言人则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一直都知道 直到6月12号的峰会之前会有很多的峰回路转 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会很容易 所以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讶 蓬佩奥国务卿总统 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都对此事紧密协调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会谈能够在未来向前推进 我们之前没有接收到正确的讯号 所以希望未来能够接收到 但我们不希望只是为了会面而去会面 需要有成果 虽然我们之前呢并没有获得正确的讯号 所以我们看得出不然今天从川普总统 他亲自说6月10号还是可能举办美朝的峰会 那么到昨天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直接跟朝鲜的外长通上了电话 看起来呢或许川金会还是有谱的 米娅 好的 感谢美国真心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的 感谢美国